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3年12月28日 今天是星期四 繼續來到星期四的晚上香港時間 我們繼續跟大家詳細揭露今天的時事 今天 其中一件新鮮滾熱辣的事件 就是香港政府 在 27日正式 跟廣東省 水利廳廳 簽署了 2024年至2026年 東江水 的供水協議 這次 簽訂了未來幾年最新 購買東江水 的一個協議 又是將香港庫房的錢 大規模花費在東江水上 最新說 預計 水費要去到158億 只是買水而已 香港政府 絕對 是叫做大花筒 加起來 對中國大陸 欠微利益輸送 關於東江水的問題 我們也想跟大家詳細探討 不要只是說我們 只是懂得反對 是有很多 的選擇是可以做的 其實香港 但是那麼久以來 是甚麼都不做 經常說 香港發展不了 有人反對 香港 有現在這一班官 你不用指望 真是叫做救得犯 尤其是藍絲的聽眾 認真思考一下 可能有聽眾問 這個台不是黃絲嗎 藍絲就是這樣的 他們覺得你的話題有趣 又或者跟經濟利益有關 他們走進來照聽 所以呢 我們作為廣播 我們也沒得理 我們走進來聽的就是聽眾 我們向大家的信心保證 是我們向聽眾 是絕對一時同日 不會說謊 絕對是 說真話 你聽了絕對不會你吃虧 這一節我們要探討 香港到底有多依賴中國大陸的歲月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做好支持六部曲的工作 請各位 做好安全措施 保障你的個人資料 然後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我們的頻道現在是星期二日報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即是說你不需要付費 請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各位一定要幫忙支持 我們是有收費的部分 經濟能力許可安全的朋友請記得繼續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 再繼續緊貼著時事 第一時間為大家分析最新的時事 詳細內容 東江水問題 看看數據 香港 是一個多大的地方 香港是千多平方公里的 香港 香港 跟這個 現在取代了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 新加坡相比 香港是大一點的 大概 比例是大概1.5倍 新加坡的水源問題也很重要 新加坡 由於 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來的 而他 在他旁邊的馬拉 其實是有敵對的成份 所以對於新加坡來說 水源是很重要 亦都因為 新加坡的環境 不能夠只是依賴 馬來西亞 因為如果馬來西亞 對新加坡 有敵對行為的時候 會有機會被對方切斷水源 這一點 已經說出了 一個地方 是不可能 單靠一個供應 因為對方尤其是會政治操作 對你進行勒索的時候 你如果 將它變成了 單一 的貨源供應 這件事是相當危險 香港正正 將 香港的水源供應 全部 變成了單一 來自中國大陸 由於香港的面積有限 跟其他世界大城市相比 所以 香港的水源也有問題 其實 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河流不中 基本上 水的來源就是來自上天 你就需要 蓋水塘裝著水 由於香港 是 開埠之後 人口膨脹 所以香港的水源從來都不足夠 當年港英政府 蓋了很多水塘 用來 蓋水 例如最早 1863年蓋了薄芙林水塘 再到了 1978年蓋了萬二水庫 這些其實全部 都是巨大的 建築來的 世界很多地方都沒有那麼大型的建築 不關你中國共產黨的事 全部 在回歸之前就已經蓋出來了 但是問題 是香港的人口不斷在膨脹 所以 香港本地的食水供應是不足的 所以 香港政府的官方說法 就說因為 降雨不足 而且 不夠穩定 所以 需要尋找更加穩定的水源 我們現在知道 其實 香港 除了 你向其他地方輸入水源之外 其實另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海水化碳 請別忘記 你從東江 買水是要付錢的 水並不是免費的 而海水化碳 水理論上是源源不絕 因為你只要 將海水抽回上力 然後化碳 就已經可以循環再用了 雖然 化碳的過程有成本 但是化碳的成本 還要比你向 廣東省購買水的 因為廣東省跟你說 我的水也不夠 所以我賣給你 要賣貴一點 香港一直 是在買貴水的 而澳門 還有深圳 他們用水 便宜過香港很多 都是在買東江水 即是說 香港是擺明 居馬 在做路塵 很簡單 其實這個 是中國大陸 還有香港 把庫房 是利益輸送的一部分 那麼多年也是 好了 香港政府有沒有錢 有沒有能力 蓋海水化碳 是絕對有的 連明日大禦 過萬億放在海上也說能夠蓋得到 蓋三跑也能蓋得到 蓋港珠澳大橋也能蓋得到 蓋海水化碳廠 有甚麼問題呢 問題就是 怕得罪 中國大陸 因為 你與其說得罪 你不如說 向港東省買水 是香港政府 的官員賄賂 港東省的辦法 來的 所以 無論 怎樣計算出來也好 明明是海水化碳 成本 比你購買東江水 東江水 你還要 再過濾的 因為大腸幹菌 污染程度相當高 你買回來還要過濾 過濾又要成本 為甚麼不蓋海水化碳呢 其實是完全說不通的 唯一的原因就是因為 政府 喜歡做甚麼就做甚麼 不受理監察 不管了 繼續 把庫房的水 其實是香港的水 不過是庫房的水 把庫房的水 泵上中國大陸 所以 接下來有幾年了 又說要把150多億 泵上廣東省 而且水費還要繼續 是年年價 這個世界 你說有哪個地方 除了 罕他人之概之外 庫房的水 是香港人的錢 如果不是罕他人之概 明知做水魚 連談都不談 談過合理的價格也不談 是甚麼原因 因為拿你的錢 借花敬佛 拿你去賣 當你是韭菜呀 藍絲的聽眾 雖然 其實藍絲聽眾好笑的 應該多數都是黃絲 但是這個是不爭的事實來的 香港 其實就是不斷 出賣市民的利益 現在看得很清楚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 不是因為有你香港政府 不是因為有你中國共產黨 是因為有香港人 所以有國際金融中心 香港人現在跟你抬工 整個國際金融中心 就崩潰了 資金逃亡 我絕對有理由相信 香港人在英國 絕對是有辦法令到英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在說倫敦 其實更加鞏固 更加重要的原因之一 就是中國大陸宣傳 如果不是靠中國大陸 香港就會沒有水 所以其實已經變成了國家論調 根本絕對不容許你探討其他方案 所以你真的想不死也挺難 其實 你以為是經濟問題 對中國共產黨來說 香港的水穴 是政治問題 凡是政治問題 就是要鬥了 沒有偉大祖國 哪有水可以給你喝 其實全世界 周圍 很多地方 杜拜 中東 都沒有下雨了 人家要不要跟你買水呀 用你的腦想一下 沒有中國大陸就不行 這個世界的水 是循環的 你有海水化碳就已經解決了 你本身 下雨 就是天然的海水化碳 地球的太陽 射了下去的陽光 水會蒸發上去 變成暈 那些就是淡水來的 地球的水本身是循環的 海水化碳 天天都在做的 竟然也可以有些說法 說沒有了你 就沒有香港 這些 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宣傳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揭露到這裏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ckshac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我們贊助本台 如果各客 的PIA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ckshac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ckshac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ckshac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ckshack的VPN 寸法是 s-u-r-f-s-h-a-r-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快 第二 shackshac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ckshac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ckshac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ckshac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iOS shackshack也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ckshac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在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是看不到台灣的網站的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完成了 總體來說 它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在這個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現在就試一下吧